海豬橋已經在維修了很多天 據聞9月5日正式開通這條橋 所以今天開時間來看看這條橋有沒有裝修 總體來說和橋面沒有怎樣裝修 但是最重要是海豬廣場的位置裝修得比較多 海豬橋建於1933年 全長大約350多米 據聞當時的橋是可以開合的 也就是橋面可以打開 輪雪從底下經過 但後來由於戰聯被炸毀 經過重修之後 橋面就已經無法復原了 最近由於維修 進行純封閉式施工 整座橋都禁止車輛通行 但行人自行車就沒有影響了 因為很少機會可以看到海豬橋上沒有汽車通過 一時間這裡成為了一個新進的網紅拍攝底 很多人都趁著這個機會 在海豬橋上沒有影響 在海豬橋上沒有影響 而且馬拉克的景色更漂亮 不過最近聽說 9月5日海豬橋正式恢復通車 如果有興趣的網友 就在開時間 趁著這個不多時間 就前來打他榴槤吧 大家如果要來的話 就記得這幾天都最快 9月5日正式開通 在洞橋上 到時想拍攝相片 就非常煩惱 好了 這幾天到這裡 還有最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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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